澳门中联办1月28日举行青春酒会 超过3000名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出席 共请青春佳节 与祖国的交流合作更加紧密 鼓呼推进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建设 隋时安在致辞时感谢中联办对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支持 特区政府也将继续与社会各界合作 共同维护大局稳定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们将继续全面准推 冠写一构两极的方针 严格依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法治 编辞我们中口径的工作处基调 继续了我们经济为民生出货 我们顾便加成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建设 推进经济系统多元 实施新的发展 争取做大做强 主持澳门特市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崔时安表示 特区政府将一如既往 与澳门中联办密切沟通 有效协作 确保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区的实践 行稳支援